于是 过了大约是有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这呼啦啦的 足足几百人 全部是涌到了这家 友谊商场的大门口 这胡乡之间一见面 那就一个 愁着见面分外眼红 敢抢老子的摩托 这绝对不能忍 谁抢到谁 谁变起兵 机动性无敌 必须死磕 很快 这帮家伙甚至话都来不及说 噼里啪啦的 就在这友谊商场的大门口 开始求 而这其实还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 咱前头也说过了 这星界天才战 是每个星界 一百人分成了一百个团队 所以说 这么几百人 也不都是属于一个团队之中 一更大约是分成了六个团队 你就想去吧 要是这两帮人马 不是自己人就是敌人 好分辨 可是这两六支团伙 互相之间都是敌人 没盟友 这么一打起来 那就一个乱了 经常的事 一个人干对另外一个 然后被第三个人干掉 这啥时间 整个友谊商城的大门 到处血流成河 人人都是杀红了眼 反正也不管谁是谁了 只要不是自己团队的人 遇到就是死客 红的力等 圣龙星界的学员 在这商场里头 悠哉悠哉的吃着冷饮 外面打的热火朝天 另一边 空是领着自己的 赛龙星界团队 远远的看着这边火拼 想要过来捡便宜吧 但是又不敢 这明显就是一大漩涡 谁进来谁死 而阿郎星界团队那游牧鸣呢 看着这边直流口水 他就算在下 也不敢参加这种几百人的群架 毕竟 几百人 这并不是都白给的 他要是一线身 很容易说 引发在场所有人的围攻 于是就这样 有一商城大门口处 那血流成河 那就一个天昏地暗 暗中远远围观的团队 至少都有十几只 人人呢 都是盯着那些摩托 这其实也不怪他们 洪德利他们拿摩托的时候 是直接采取的强盗行为方式 能骑的全部骑走 骑不走的全部砸掉 就毫不花生的说 现在整个城市 大家短时间之内能找到的摩托 就剩下他们不到一百台 有一商城之内 洪德利等人是喝着果汁 这悠闲的靠在椅子上 无比的惬意 哎呀 打打杀杀的什么的 还是果然不适合我 还是这么休闲娱乐 来的开心哈 想到这 洪德利又开始新的主意了 哎 谢谢 咱去看电影吧 洪德利是看了看商场顶楼 那巨大的电影院的牌子 我觉得既然来商场了 总得是看点什么 星际大片之类的 总不能休息一会之后 还出去骑摩托满世界疯跑吧 看电影这是一好主意啊 众人是纷纷响应 这主意好 那咱们去看电影 得嘞 走着 红里把打一响指 告退你们 能不能摆弄 那个放明白 放用机制的东西 全靠你们了 还没问题 李扬表示那都不是事 只要是少主交代的 必须搞定 保证完成任务 于是 一的寻人呼啦啦的 这就上楼了 看电影去 这商城很大 里面各层楼 都有各层楼的卖点 正上楼的功夫呢 洪德利 猛的是吸了吸鼻子 我好像是闻到了动物的味道 话说 在这战场里面 连动物都能模拟出来吗 众人是纷纷的转头查看 这很快 张仪是焦地低的 一直右前方 在那边 是宠物市场 嘿嘛 嘿嘿嘿 还真的是哈 洪德利是哈哈大笑 二话不说的 就走了过去 等到了这宠物市场 直接卡砸开那些笼子 哗啦啦 一群大的小的动物 全部都围了过来 那什么 带都过来过来过来 洪德利是招呼 一人选一只宠物 带着家 一起看那眼 这说小剑 每个人都选了一只宠物 就是有这个选可爱型的 这浑身 长满这个柔软短毛的小宠物 还有这个小毛球什么的 又选冷酷型的 风狼幼崽 还有这个选迷你龙娃娃的 红的这选的最好 这伙 直接是选了一只 迷你小凤凰 叫这星界天才战的战场 那是那宠物 那都是属于那种 没什么战斗力的迷你型宠物 主要作用 一般是用来给人降压用 这毕竟 打斗时间长了 精神会受不了 这跟宠物在一起玩 为玩啊 是吧 总归是可以放松一下精神 对于后面的战斗 也都是有好处的 大力 这些宠物好可爱啊 长得好有意思 跟面团似的 唐沐昕这怀里头 抱着白色毛球的长毛 笑道 那必须的 行了 咱们回去看那眼 红的立誓点头 于是就这样 外面打得天昏地暗 里面 悠哉悠哉的 红的一群人士 直办电影院 狗腿子们 负责去弄那个放映机 这些世界大约是处于 四级文明的阶段 比圣龙星的 稍微差一点 大约是跟银河联盟 那边等级差不多 所以 这电影院呢 都是大规模的 全真的 仿真投影 就那种类型 看起来还是很震撼的 有一商城外头 移动居民楼的 某一家客厅之内 游牧名是盘西 坐在客厅中 进行调息恢复 这其他队伍成员 则负责监视外面 抢摩托那些人 此时这外套 打的呀 可谓是无比火爆 越来越多的团队 都参与其中 目标非常简单 抢那些摩托 只要说是 能把这摩托抢到手 这机动性一上去 那就是来去如风了 这想抓谁 不抓这家 想跑路就跑路 那可是比用腿来的方便多了 尤其是那些没有天选者带队的团队 要是能抢到摩托 到手 排名 很容易就能够靠前一点 所以说 他们可都是志在彼的 拼的也都是最猛的 天选者阁下 一名队伍长远 就看着下面打得轰轰轰 轰隆山响那些团队 咕咚一声 咽了一口口水 说道 那帮人还真是敢拼啊 这么一块的功夫 已经死了两百多人了 咱要不要现在出手啊 还剩下多少人 游牧明是问道 大约数五百人 不过看样子 这远处好像是有其他团队 也都在盯着这边 随时准备出手 果然是不出所料 大家都准备准备 咱们这就准备动身 大大 这是要去参战了吗 一听游牧明说要去动身 其他人敢门是集合 咱们跟老大走啊 保证这一次能收获不少 那是 有老大在 第一名 妥妥的是咱们的囊中之物 可吧 这一次四百多人呢 肯定是能杀鱼痛快 人人都是等着游牧明 一声令下就去干这团战 可是却不想 游牧明这一次却是 摇了头说道 不 咱呢 不去参加团战 咱们去扫的那些远在围观的团队 他们的注意力都在这边 这就是咱们最好的下手机会 哎呀 听老大了 那兄弟们 坐起 啊 坐起 星界天才战 这越是后期 大家便越是小心 毕竟 这一开始死的 永远都是炮灰 而越是后面的团队 剩下的人数少了之后 那这精英的比例便越高 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想要找到好的参战的机会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参战团队 阿郎星界团队 当前积分 四百三十六 当前排名 第一名 游牧明是看着手腕上的积分记录 难难的说道 看看这一次 能拿到多少积分吧 在这星界天才战中 积分或许始终都是一直在增长 为了保持名次 大家就在拼命的寻找战斗的机会 特别是强队和强队之间的对战 一战 就可能得到几百上千的积分 所以暂时的名次并没有太大意义 真正重要的是 要不断的去战斗 好了 出发 游牧明是一挥手 当几代队员下楼去了 另一边 有一商城南方 三百米处 老大 哎呀我去 那帮人为了抢摩托 真的是够拼的 一支团队是隐藏在暗处 一直盯着正在团战的那些人 一人是问道 咱什么时候动手吧 还不及 天选者队长是摇摇头 等他们再打打他 这么多人 咱进去了也捞不到什么好处 不划算 由队长发话 其他人自然是继续等待 可是却不下 等了没一会儿呢 忽然是从后方传来轰鸣之声 这随后一名成员 气气派派的跑了过来 满头大汗击倒 队长 不好了 我们被偷袭了 什么 乃是团队干的 这队长一听惊了 这时候 居然是有别的团队 来自己后方偷袭 阿棱兴借的 说天选者 游牧名带队 队长 暂时站呐 还是撤呀 那成员 急急忙忙的回答说道 这个时候 一分一秒都是无比的重要 那队长呢 在零点五秒之内 就算出 不是游牧名最少 果断下令 大家吃牌 速到 留下五个人断后 能跑就跑 不要练战 这团战虽好 保命更高 这名队长倒也确实是一人才 够果断 走了 阿棱兴借团队是眼看着对方 瞬间跑远了 之后 清理到了落单的对手 这回来呢 跟游牧名汇报 共截杀了26人 跑掉大约是60来人 没发现天选者 或者说 天选者跟大部队逃走了 嗯 还可以 游牧名是看了看记录装置 这一次收获了30多份 不错 告诉兄弟们 调整一下 待会咱们继续 是 明白 一群人在游牧名的带领之下 就地调整 等待着这次的战斗 另一边 空呢 是带着自己的团队 在外围的外围 小心谨慎的搜索着 这空的想法跟游牧名一样 那就是寻找放松警惕的猎物 如今大家的目光都已经是被 红德里模特给吸引了 这事 要是不好好的在后面 很差一刀 那就不用混了 空老大 一名队伍成员说道 前方发现了一队伍 还有 从咱们前面那个探子那传来的消息 现在那边抢模特已经抢的差不多了 目前还剩下 两百多人 有的损失比较大的团队 已经开始撤队了 咱们要不要 好 抢完了 空是摸了摸下巴之后狠狠一挥手 战略改变 咱们去围剿那些离开现场的队伍 切记 肯定是有别的团队 也在打着这样的主意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着急 寻找最好的切入点 再加入战团 知道吗 行行行 明白明白 很快 空带人开始寻找猎物 这个时候 门口那个摩托争夺站 也已经接近尾声 这么一会儿功夫 已经打了快一个小时了 以这帮人的实力 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足够站上好几次了 有一商城里头 洪德利等人是吃零食 喝着饮料 看着电影相当惬意 而且这下是洪德利 头一次看原汁原味的 宇宙级技术拍的电影 这难怪都说呀 宇宙之中 这拍电影的成本会很高 你就看看 这电影上面的场面 动不动就是 以异为单位的龙套 其实这些最普通的龙套 都是说 在奴隶市场买的普通奴隶 一个圣龙壁 大约是可以买到 一百多万个 相当的经济实惠 而场景呢 则全部都是宇宙中 数量最多的无人小行星 这大点的是 有木星土星那么大 这是作为主要战场来采用的 小点呢 也就是月球左右大小 这是专门用来 衬托人类强者的攻击威力 于是这看起来 可就有意思了 啊 他们看的这部战争片 是以万年战争为题材的 画面里面 各种族的成员 都是集中到了一个大约 木星大小的星球上等 这浦东士兵在下面拼命 牛逼点的强者 在上的拼命 更牛逼的同领人物 就在宇宙中拼命 就拿光影效果 那星球噼里啪啦的 一顿乱炸呀 看起来确实不一样 谢谢 红的历史边看 边跟唐木新聊天 这宇宙里面 这电影跟咱们地球不一样 哈 这格局 果然够给力啊 这摄影机都架到 宇宙里面去了吧 是啊 唐木新是点头 我感觉拍电影 应该会挺有意思的 小丫头说着 双眼发亮 大理 等咱们出局之后 去拍电影好不好啊 总这么打打杀杀的 好无聊啊 能不无聊吗 红的历平是 最讨厌打打杀杀了 成啊 到这儿 咱们拍电影去 一提这拍电影 红里顿时就有想法了 咱不是能去享福威面吗 那边科技不能改 但是 休闲娱乐可以啊 咱们拍电影 是吧 咱搞足球队 咱弄这赛马场 拍电影 咱那把世界上 所有大明星都叫来 什么小萝卜特 唐尼啊 什么汤姆克罗斯啊 什么 联纳多 全部都搜了来 五亿美金雇佣他们 当然 这雇他们过来 不是说亲自上阵 是要说 让他们来指点 咱家狗腿子 演戏 咱再搞一个 什么足球队 那些什么C罗呀 什么梅西呀 什么贝卡姆啊 五亿美金一个 拉过来当替补 然后 咱家狗腿子上去踢 咱自己 还可以当下守门员 坐着合场 就这么定了 真的呀 一听了拍电影 唐沐昕就激动 那人家也要演 还有念维姐也要演 拍电影 那和士比达达沙沙有意思 李念维也是期待起来 少主 那拍电影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也参加呀 必须的呀 到时候大家想演的都演 咱就拍一个格局大一点的 然后 咱们拍那样的那个 可是一好地方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红德力是点头说的 什么好地方啊 唐沐昕是歪着头 就一双明媚的大眼睛 死死的盯着红德力 你快说 你是不是又发现什么好玩的了 这么几天 我们都没跟着你 你肯定是自己找的 什么好玩的地方了 还好 等这件 星界天台战 结束 咱们就可以去了 红德力是赶紧打马虎眼 那边的事呢 得一点一点透露 一次不能说太多 免得他们接受不了 嗯 那咱们就等这次 天台战 结束的 唐沐昕是也没想太多 当即点头答应 于是 中国人是继续看电影 就这电影 总体上来说 还算是可圈可点 看点的也还不错 宇宙中毕竟还是有不错的导演的 所以众人看的还都是很满意 很快 电视看完了 把红德力是长长的 伸了一蓝腰 把之前在宠物市场找到的 那迷你小凤凰 放在头顶 嘿嘿 这看的还不错 兄弟们 咱们接下来干点啥呢 大力哥 这时候 有队员是靠了过来 小事说道 咱们也出去 打打架架 总这么闲着也挺无聊的 不是 这可是星界天台战 偶尔又休闲一下 还没啥问题 可是要是这么 这个 玩好几天 这么好的机会 岂不是错过了 红德力是摸了摸下巴 出去打架呀 马马虎虎吧 那咱们这就出去看看 大家都怎么说 同意同意 点 必须的 总不能就这么闲着嘛 说实话 现在狗腿子们 都是有点手痒痒了 李维斯是笑着说道 小伙 外面人数那么多 我想去杀杀 这话说的霸气 红德力是没话眼笑的 成啊 见李维斯大哥 手都痒了 那咱们这就出去吧 行呢 咱走着 这一的群人 呼啦啦啦下楼了 结果 刚一出来 有一商城 这红德力顿时就惊了 我去 什么情况 怎么这么多人在这打架 这说下来 他出来的时间还真是刚刚好 正是那帮人抢摩托 抢到尾声的手 说着 小心 人数有点多 大家准备战斗 李维斯是直接把红德力 护在身后 给刷刷的 瞬间 红德力的整个团队 都是拿出自己的武器 一大飘狗腿子 直接是给红德力围在中间 就唯恐有人趁乱动手 自己受点伤没什么事 少主要是被打了 那就不好了 这边呢 大家是把红德力围在中间 这另一边 正在抢摩托那些人 看到这么一大群人出来 也都是愣住了 这 什么情况 打得挺热闹啊 红德力是拨开了人群 站到这个队伍的最前头 私下里 看了看 好奇的说道 那个 问件事啊 你们是怎么在这打起来的 怎么在这打起来的 还不是为了你那摩托车呀 可这问题是 这句话 没人敢说 你谁能当这主人的面说 我们打架 我为了抢你车来的 疯了 虽然说 这星界天台战 一切都是以结果 盯成败 可是你这丢人的事 是说出来不得好听啊 啊 没什么 这时候 远处一直观战的一名天选者 走了出来 看着红德力笑道 咱们在这杀人玩 打打团战 怎么 打算参加呀 嗯 这样啊 算了 红德力是左右看了看 你们的打你们的 咱们的玩咱们的 兄弟们 咱们走着 换个地方玩 这人太多了 没啥意思 他这可真是说走就走啊 压根鸟就没点那些人 直接是吧 摩托车那边走去 眼看着他要来拿摩托车 那天选者 我赶紧拦下 大力 打一个商量啊 这些摩托呢 我们看着挺有意思 让给我们吧 我可以保证 你们离开之后 我们可以保证不对你们偷袭 怎么样 这个建议如何 考虑考虑 他这块说完了 在场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没办法 在这里面虽然抢人家东西 是 没什么问题 不过这时候 能少一敌人 就少一敌人 这个 之前洪德力团队 里面那个什么 兵器觉醒者少女 和刺魂式觉醒者 给大家是留下卢比 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暗中的 还有一个诅咒法师在场 跟洪德力直接这么 硬碰硬 明显把握不大 就算真的能够获胜 必然也是惨胜 而且 那不划算 哦 你们是冲我这摩托车来的 这事洪德力明白了 成啊 没问题 那你们继续 我们去别的地方 溜达溜达 他说着 招呼队员们 兄弟们 咱走 他们的打他们的 咱们溜达咱们的 互不干扰 现在洪德力 那就是绝对的龙头 他说什么 其他人谁敢反对 当即 整个圣龙兴结的人 全部是点头大影 哎 好 那咱们这去 溜达咱们的 众人是嘻嘻哈哈的 跟着洪德力 就那么大摇大摆的 离开了友谊商城的正门 只留下了一大群人在那 大眼弄小眼 不是 老大 就这么叫他们走了 一名参赛者是好奇的说道 这 不试试说呀 看看他们的实力什么的 我试个屁 那名天选者是摇头说道 这个洪德力 变数太大 妈的 敢在大街上这么大摇大摆溜达的人 没两把刷子你心吗 正跟他们打起来 胜负咱先不说 那摩托 肯定是 没法抢了 时间可是很紧的 你能保证附近没有别的团队埋伏着 所以说 先把他们打发走 咱们抢了摩托车 跑 这才是王道 一旦摩托车到时候 到时候上天入地 哪不能去啊 何必在意这一时半会儿的 不得不说 他说的确实是相当有道理 那名团伙成员呢 点头赞同 还是老大的话有道理哈 然后是转身 招呼队伍长远 兄弟们 大家继续 抢摩托车 只要是能抢那摩托车 到时候 咱们就是骑兵 是进是退 那是咱们说了算 大家加油 于是姨的群人 好几个团队 就这么干起来了 上面看台上 昨日的目光 都是集中到了 友谊商城这边 这如今看着这个 洪德利所在的 圣龙团队 终于是从里面出来了 一个个 全部是伸长了脖子 等着 待会儿这发生什么事啊 结果大出所有人的意料 洪德利等人出来之后 居然是没有任何的举动 甚至连摩托车都不要了 这一下众人是全部都郁闷了 尤其是圣龙皇祖 全部气得 呵 这狠狠拍大腿 这个败家字啊 这么重要的道具 竟然说扔就扔了 有了摩托车 那就相当于是有了骑兵啊 骑兵 尽可攻退可守 多好的东西 就这么不要了 可不是 这洪德利 不会是白小子 多好一机会啊 这要是我指挥 有了这摩托骑兵团 那来去如风的 不说最后拿前十吧 最起码前三十 脱脱的 可不是 要是能坚持到比赛结束 前十有可能啊 这毕竟 只能是用腿跑 谁能追得上骑摩托的 其他兴建那些导师们 倒是一个个幸灾乐祸 不会是洪德利啊 派家子 这么好的东西 全就给扔了 这下可有意思咯 等别的团队骑上摩托 到时候 那不得把人给追死呀 我还要是能抢到那些摩托 第一个 就先把洪德利给干掉 到时候他这脸色 肯定很好看 洪德利的脸色 好看不好看 大家是不知道 不过 此时这佛格斯的脸色 确实不大好看 洪德利这个混蛋 那么好的道具圈 给扔了 你看我回去的 我保证我打死他 花月灵士 青仙的同志头 红星宇的胳膊 小事说道 老头子 你说大利 怎么就把这摩托给扔了呢 他可不是那种笨蛋呢 洪星宇倒是一点也不着急 等着吧 咱家小乖乖 不止是不笨 还很聪明 我敢肯定 他又有好注意了 却说洪德利这边 大摇大摆的离开他们 打群架的地方之后 唐木新是小事的问道 大利 他们居然为了抢那些摩托车 打群架 这摩托车肯定很重要啊 咱们就这么走了 是不是太可惜了一点 周围有同学也是赞同道 是啊 这摩托车能叫他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来抢 肯定是有大作用 咱就这么走了 好像是很吃亏耶 一票同学是 一起点头 是是是 那摩托车你说他们为什么要抢 这还不简单 不是 你们到底行不行啊 洪德利是抽了抽鼻子 理所当然的说道 你们想这打群架什么最重要 当然是机动性啊 有了摩托车 进入店退入风 无论是追人还是逃跑 都是有很大的优势 他们想明白了这一点 那自然是要来抢了 这还用问呢 我靠 这老家伙居然明白 那 那你还把这摩托车给扔了 唐木新是恨不得一脚踹子红的力 那么好的道具 咱们之前这骑的时候 多辣风度过瘾呢 咱想打这打谁 现在摩托没有了 怎么办 唐木新很生气 你说这么好的道具 你说扔就扔了 这要想再找 哪那么容易啊 没见别人都为了抢这东西打的 头破血流吗 结果 孔的力可倒好 这看都不看 直接就不要了 其他人也是有点小郁闷 你说这不知道还好 这现在知道了 心里头吧 总归是有点那么不得劲的 啊 这个呀 红的力倒是一点都没担心 完全无所谓的说道 那还不简单 咱们再找就是了嘛 再找 还能去哪找啊 摩托 那么好的道具 这丢出去了 要想再拿回来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那 咱们去哪找啊 唐木新是伸出手指 按着小嘴唇子 说道 再说了 咱们去找什么呀 他是嘟囔了一会儿 忽然眼睛一亮 笑道 对了 没有摩托车 咱们可以去找飞船嘛 我这建议不错吧 对头 红的力 啪哒一下 亲了他的小脸一口 笑道 嘿嘿 没有了摩托车 就换飞船嘛 多简单一点事啊 兄弟们 咱走着 找飞船去了 扔掉摩托车 换飞船 这简直给红的力 跪了呀 于是 众人全部都是嘻嘻哈哈的 赶紧跟上 这一大巡人 在这城市里头横广 遇到人就叫他明白明白 什么叫王道 什么叫霸道 什么叫孔孟之道 你还别说 还真受了不少几分 好几点的 但你快看 前面有飞船舰 唐木新是指着不远处一座 左右五十来米高的巨大建筑 笑道 摩托飞船分店 嘿嘿 就是这了 红的力士带头往里边走 那什么 大家走着 这回 咱们开飞船玩 嘿嘿嘿 这于是 一大巡人 这呼啦啦的闯了进去 要不怎么说 这虚拟世界就是好呢 为了战斗的逼真 整个世界场景 完全就是把现实中的一个城市 给模拟出来了 你说一个城市都模拟出来了 这飞船舰 自然是有的 红的力等人进了飞船舰 给外面看台上的众人 全部到处一口凉气 我的老天爷呀 这个红的力还真是够敢想的哈 摩托不要了 这次换飞船了 哎呀 我刚才怎么就没想到呢 完了 这回刚离开了 摩托再快 那也比不上飞船呢 最关键的是 这飞船结实啊 是 这妈的 这红的力脑袋到底怎么长的 这事才能想得出来 福尔斯这一次 那就一个得意 胡的事没抖起来 嘿嘿 叫你们刚才得意 这回知道了吧 啊 咱们红的力的想法 可是没人能猜得出来 另一边花月铃 笑的那就一个开心呢 咱家这小白家子啊 真是她有点点子了 扔了摩托去开飞船 这下 叫那些抢摩托的 还不得别的气死呀 我就说嘛 红青女士笑呵呵的摸了摸胡子 就咱家这小乖乖 想占她的便宜 没那么简单 大帝哥哥真是的 花相语是捂着小嘴 娇笑道 真的太有意思了 不远处的这个贝铭轩 还有这个朱运舟 对视力 同时看出了对方眼中的症状 这个红的力看上去是没个正经 可是随便一点子出来 都足够叫人头疼了 想灭红家 红的力必须要第一个除掉 不然天知道以后 他会搞出什么麻烦来 战场里面 红的力等人进了摩尔飞船店之后 霸约是不过十来分钟的时间 这一大牌 豪华的小型飞船 就这么飞出来了 这一排飞船 足足二十来艘 每艘上面坐五人 正好够一团队的 红的力 唐木新 李念卫 李扬 加上古飞飞坐在第一辆飞船里面 打头阵 其他人后面跟上 一大牌银白色的漂亮飞船 在这城市里面横逛 看他派头 简直就是新一代的城管出游啊 以至于 有远远跟着大部队的 其他团队的探子 看他 眼都直了 不是吧 扔了摩头换飞船呢 这这红的力 这事都能干得出来 探子们想到这 第一时间给老大发消息 刀大 不好了 红的得把摩头扔了 换飞船开出来了 现在满城市转悠呢 什么 通讯器那边明显是震了一下 之后传来老大的咆哮 快 所有人几个 咱们去抢飞船 他奶奶的 我怎么没想到呢 没了摩头 怎么可以开飞船呢 结果那探子 很快 又开始回报 老大 不好了 他们全部分开了 分成了四个方向 不知道 干什么去了 干什么去了 分成四个方向 干什么去了 老大这一次 也是有点蒙圈了 很快老大想明白了 不好 他们只是要把去 其他的飞船店给砸了 这个红的里 这手真够倒霉催的啊 只许他们开飞船 不许别人做 所有人集合 大家给我抢飞船去 可是毕竟 人用腿跑 就算跑得再快 这也没有飞船飞得快呀 那地面人 跑断腿 而在空中飞行的 红的里团队的众人 早就已经是找到室内的 所有的飞船店 不过是几分钟的时间 那所有的飞船店 就传了一阵 轰隆隆的巨小声 完了 老大是看着冒起 滚滚白烟的飞船店 恨得咬牙切实啊 这个红大利 过河拆脚 可恨 他们把飞船开出来了 咱们现在没得开了 啊 这他娘的 也不怪他这么郁闷 红大利现在坐在飞船里头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是吧 可是其他团队没办法的 只能是看着红的里 跟星际巡警似的 满天空的飞 20艘的飞船呢 在天空上 一会儿飞成个S型 一会儿飞成个B型 SB 你们也得别老子等着 等老子抓住你 保证不打死你 然后 还没等下面团队郁闷呢 红的里 又做了一件天怒人怨的事 李洋 到地方了 下去下去 红的里是看着下面 有一伤城的大牌子 笑嘻嘻的说道 咱们去看看 那些人打完没有 好嘞 李洋是一听红的里的话 就知道他要干啥 答应一事 这就开始往下飞 老大 老大 快看 那是什么 下面正为了抢摩托 打的热火朝天的一个团队 忽然七双双的 又停了下来 所有人是全部看着天上 顿时 惊妙的张大的嘴 那是飞船 这 天旋者也是愣住了 尼玛 咱们在这打声打死的 抢着摩托 人家没一会儿功夫 把飞船开过来了 哎呀 洪的里那可恨的声音 从飞船里边传出来了 那个 同志们 辛苦了 大家还在这打呢 哎呀我擦 载上所有人全部愣住了 先是愣住 然后就是无比的愤怒 这个洪的里明显就是在玩人呐 把这破摩托 扔在了这 叫大家全部打生打死的 他和道好 跑去开飞船去了 跑飞船也就算了 开完了还会来气人 适合人 绝对不能忍 这一时间 做人全部恨把他冲上去 跟洪的里拼命去 可这很明显 洪的里怎么可能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这老家伙 话说完了 直接叫飞船起飞 巡游去了 温世间 贱为何物 直叫人 咬碎钢牙呀 哎 大力 你真是太贱了 你这也太坏了 开了飞船 也就算了 还叫其他人 把飞船公司全部砸掉 砸了也就算了 还跑回来气人 你看把那些人气得 眼珠都快瞪出来了 唐木新等人 小的肚子都疼了 古飞飞也是被洪的里给逗乐了 你可真是够贱的啊 这样的损兆 你都能想得出来 那必须的嘛 红大力是笑嘻嘻的 看着下面 气得直跳脚那些人 谁叫他们把主意打到我身上来 不好好气气他们 他们就不知道 树叶 为什么这么绿 这远处 空是仰头 看着天上的飞船 也是看着目瞪口呆 好半场 这才难难说到 这个红大力啊 简直绝了 这样的点子 他都能想到 好了 红大力是坐在飞船里头 这左右看了看 众人是全部都跟着 在天空中 就很有那种出荤车的感觉 表示很满意 既然大家性质这么好 那咱就去杀人吧 不然浪费了这么好的气氛 还有什么情况 红大力居然打算主动去杀人 这什么折斗 大力 你不会高兴的脑子坏掉了吧 你也没发烧啊 怎么想起来去杀人了 我当然没发烧了 只是这游戏吧 有点无聊了 所以合计着 赶紧把这比赛结束 然后咱们去干点别的 也难怪 在这边就是一战场 到处杀人 刚进来还行 待时间长了 确实有点闹心 那不如等出去了 去享福位面 好好玩玩 咱们拍电影 咱们弄足球队 咱们弄全明星的战装 咱们被那些大明星 全部都叫来 就叫他们走红毯 一天一遍 就这么走 走死他 好吧 那咱们就去杀人 对红大力的敌意 唐木新 一般是不会太过反对 反正你说 这是虚拟世界 是吧 又不会真的死 他才不会在乎实力 能提升的多少 反正够用就行 舍老 那咱们第一站去哪 负责驾驶飞船的 李扬问道 先降落 我看看这附近 都哪有人 红大力是拍了拍 握在他头顶的 迷你小凤凰 话说凤凰这种生物 好像都很喜欢 把他这脑袋当窝用 红大力是说道 这么多小乖乖的 想找人 还是很容易的 很快 一大牌飞船是 停在这城市东郊的一片草地上 整个团队的人 全部是抱着宠物 下来飞船了 小乖乖吗 红大力跟手掌似的 高高这么一挥手 指挥那些动物 需要你们的时刻到了 去找去吧 发现有人 马上过来汇报 然后就各种的 这个什么 这个动物的声音传来 然后就看到 一个群动物四秒八方的 就跑出去了 大力哥 你还能指挥动物呢 红大力是可以控制动物 唐木新他们是知道的 见怪不怪 可是 这学院里头 其他人吧 就不知道了 一个个都很好奇 这技能好用 怪不得刚才咱们 这教育人选了一只动物呢 大力哥威武啊 动物可是人类的好朋友 你们不懂我跟动物的感情的 红大力是笑嘻嘻的 行了行了 大家休息休息 等消息就行了 咱们玩咱们的 发现人类咱们就上飞船过去 你瞧瞧 你瞧瞧 人家这格局 凶解黑社会啊 老大 我发现是有敌对组织 在某个地点 嗯 叫兄弟们抄家过 咱们杀过去 哎 这才符合大力哥的身份 有没有 此时 一的群人 聚在这片空地上 该玩玩 该休息休息 一个个悠闲自在 这果然跟着大力哥混啊 吃香喝辣的呀 这莫非就叫传说中的躺营 说说 这时候 李维斯是走了过来 小事说道 待会发现敌人的话 能不能让我试试身勺 他说着 看了周围一群人一眼 耸了耸肩膀 我是怕人太多 抢不到机会 嗯 别的团队都是怕自己死得太早 他这可倒好 他没机会 没问题 洪德利是笑着点了点头 到时候 我肯定有你杀的 就是了 哎 洪德利说的没错 他指挥这些小动物们 简直就跟风暴一样 迅速在全城的弥漫开去 这些动物们 跑的到底是有多快 这个 互相之间都有差别 但是飞的那些可就不慢了 那很快 一只小小的蓝色的鸟 飞了回来 跟着洪德利 唧唧喳喳喳的叫了一块 洪德利是点了点头 没话也笑的 了解 了解 去吧 辛苦了 众人是看他 头皮一发麻呀 这要是以后得罪了洪德利 逃都没法逃啊 啊 这人能防人 谁能防得住所有动物啊 大利 怎么样 发现敌人了 唐木新是问道 嗯 西面大约一千三百米 发现一团队 洪德利是笑呵呵的 嗯 八十来人吧 咱们不过去找他们玩去 啊 说着 招呼这众人 我 兄弟们 有消息了 大家出发 一个八十来人的团队 这是要干群架的节奏啊 兄弟们 出发 出发 哎呀 争议是能打架的 是是 这可真太好了 大利哥 咱什么时候干的 你说话吧 我都听你的 还能怎么办 嗯 洪德利是抽着抽鼻子 那什么 大家呢 先集合 咱们这次玩一大的 喂 与世众人 这就开始集合 听洪德利的安排 对面的看台上 一的群人 死死是 全部盯着洪德利一群人 这两天 这个圣龙星际团队 带给了他们 太多的意外和惊喜 所以说现在 每一个人都很想知道 这接下来洪德利要干什么 快看 快看 他们集合了 这好像是有所动作啊 是啊 不过这到这一次 这是又要干什么 现在他们有了飞船 已经可以说是 立于不败之地了 除非所有的团队围攻 否则他们 前十有戏 果不是吗 这么想打 就就就就打 想跑就跑的 谁能住得上 就是不知道 他们接下来 要干什么 期待啊 众人都在期待着 这洪德利 接下来会去干什么 但是 这友人啊 又猜不出来了 这没办法 洪德利的脑子 那不是常人 可以想象得到的 谁能想象到啊 他们会去弄那什么 飞船台去 快看 快看 他们动了 都上飞船了 还真是 这一次是打算干什么去呢 谁知道啊 该不会是知道了 有人要来找他们麻烦 打算躲开一下 我看有可能 战场之内 洪德利等人研究完了 全部上的飞船 之后 向着西面飞去 而就在西面的一栋 商贸大厦里头 练作星界团队 正在研究 接下来的战略问题 嗯 这个 不错啊 不错 大家这两天收获呢 不错 伤亡也很是惨重 咱们接下来 需要好好的调整一下 切记 不可着急 团队首领是一名 星域三级的普通天才 那不是天选者 名字叫做乔伊斯 作为队长 面对一的群的天选者 他在这星界天才战里头 可以说是压力山大呀 咱们呢 没有天选者 是在基础上比别的团队 要差一点 不过好在 并不是只有咱们 没有天选者 乔伊斯队长是看着众人 缓缓的说道 所以说如果咱们想要排名靠前 就只能是找同样 没有天选者的队伍出手 这目前没有天选者的队伍 有38支 包括 德加星界 圣龙星界 嘉越星界 乔伊斯是在安排了 完之后这作战计划 可是很明显 他后面的计划 估计是用不上了 老大 不好了 圣龙星界红的离开那些飞船 到咱们头顶了 一名团伙成员 气急败坏的 冲进屋子大事说道 而且就停在咱们的头顶上 看样子 他们是发现我们的 什么 乔伊斯队长是猛的愣了一下 只好说 瞬间冲出大楼 所有人给我出来 快 这呼啦啦啦 一时间 整个团队了 全部百十来人 冲进大楼去 向着天空上看去 果然就在天上 一排帅气的 二十架白色飞船 排成四列 整整齐齐 就停在他们的头顶上方 这乔伊斯队长 看着那二十架飞船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这手心里头 全部都是冷汗 刚才他跟大家说 要找没天选者 带队的队伍动手 其中就有圣龙星界 却不想 刚提起来这茬 对方到头顶上了 以这飞船的机动性 你想说 靠双脖跑路 这肯定是没希望 只能是一战了 乔伊斯是死死的 盯着那些飞船 大事说道 圣龙星界 洪德力 是吧 洪德力的声音 从这飞船上头 传了出来 这比赛吧 我是有点玩腻了 你看着吧 所以我想呢 赶紧结束比赛 你们准备好了吗 玩你了 想结束比赛 因为想要结束比赛 最开始杀人 好大的口气啊 洪德力 你可不要太猖狂 你当真以为我们就是那么容易捏的软柿子什么 乔伊斯是看着天空中的飞船 大声说道 有种你就下来 咱们手底下见真章 下来 这当然可以了 不过嘛 还需要再等一等 洪德力的声音是带着微笑 好像一点没有对即将到来的战斗 感觉到半点紧张 他只是单单的笑了笑 嗯 下去之前呢 我需要庆祢一下战场 小心了哟 下来 当然可以了 不过嘛 那需要等一等的 洪德力的声音依然带着微笑 那好像一点都没对 这即将到来的战斗 感觉到半点紧张 他只是淡淡的笑了笑 哦对了 下去之前呢 我需要清理一下战场 小心了哟 小心 这洪德力莫菲是打算在飞船里头 乔伊斯正有些疑惑呢 很快 周围的一动告诉他 他担心的事发生了 这洪德力 整个大楼都开始颤抖起来 这随后开始哭哭哭 崩塌 无数的金属从建筑物里头露了出来 这鱼儿一般的活蹦乱跳 就仿佛是无比喜悦的 飞到了天空之中 在天空之中盘旋 这是 乔伊斯是惊呆了 这样的场面 他在很久以前就曾经见过一次 所以说无比的了解 这是金魂式的觉醒者 曾经制造出来的场面 金魂式的觉醒 能够控制所有的金属 是金魂式觉醒者 大家快跑 乔伊斯是拼了命的大吼 金魂式的觉醒者 超级恐怖 这乔伊斯 永远也忘不了那一次 那名金魂式的觉醒者 是如何在一瞬间 就彻底把一城市给摧毁的 太恐怖了 而那时候那名觉醒者 才不过是一级 而此时 洪德力团队中的这个 在属性压缩立场之下 都能有这样的威能 那绝对是比一级 直高不低 伴随着乔伊斯那恐怖的 跑巧之声 团队成员是下意识的 就想跑路 可惜最后还是晚了一步 这 无数的金属是砸在了地面之上 这同时呢 金属变形了 这拉扯 不过是眨眼之间 居然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铁笼子 一个直径 足足是有200多米的铁笼 不 这 这 整个团队的人都吓住了 那么多的金属 变成铁罩了 在栽在地面上 他们想跑 绝对是来不及 邓姆斯 快把这铁笼展开一个缺口 快 乔伊斯是急忙的 指挥这团队成员 进行这个脱套的行动 弗里德里克 控制局势 把铁笼给撑起来 快 既然说能参加这星界天才战 乔伊斯的团队里面 自然也是有觉醒者的 而他自己 说 则是化为道流光 向着西方 直冲过去 只要是接近这铁笼 他就可以使用上他的能力 把这铁笼子呢 给扭曲下来 到时候 大家就可以从这逃出去了 这说起来啊 乔伊斯的能力 还是很强大的 扭曲浑石觉醒者 可以把方圆500米之内 所有的物体 扭曲 你是想 人本来站着的事 你说是直的 可是一旦这背脊 扭曲 变形了 那还能战斗吗 是 这虽然不是说天选者 可是乔伊斯自信 凭他的实力 总归还是可以一战的 只是没想到 他还没等大显身手呢 就被洪德利给发现了 而且这看洪德利的架势 明显是要一网打尽的节奏啊 洪德利 你不要叫我遇到你 扶走 这乔伊斯恨的脸都清了 绿了 否则到时候 就是你的死 很可惜 洪德利 根本就不给他逃跑的机会 这很快 一道清绿的女生传来 冰河试剂 这咔嚓咔嚓 整个地面瞬间开始冻结 无数的冰精从天空之上降落 这瞬息之间 天地间变成了一片白色 一层结外的冰霜 开始迅速的在地面上蔓延 不过是几个呼吸之间吧 乔伊斯那些队友们 便彻底的被冻在了地上 而就在乔伊斯想要指挥大家 想办法脱困的时候 后面的攻击 紧跟而上 奸子是剑 又是一个男子的声音响起 从天空的一艘飞船之中 无数的奸子 直直的刺了下来 就不过只是一瞬间 就将乔伊斯的整个团队 笼罩住了 咔嚓咔嚓 一阵轻微的声音响起 除了乔伊斯使用扭曲能力 把那些尖刺 扭曲了方向之外 其他所有成员 几乎是都被这尖刺给刺穿了 运气差的 被刺中脑袋和心脏 当场死亡 运气好些的 也是直接身受重伤 而且这还不是最悲剧的 最悲剧的事 红的这边的攻势 一开始就成连绵不绝之事 各种各样的能力 各种各样的攻击 从天空中 不要钱似的 刷刷刷就往下砸 就那效果 那光影 那色彩 简直就跟晚会上 放礼花一样 好看 当然 这好看的归好看 实际效果 这也不是盖的 红的力的圣龙团队 这么狂轰乱炸一般的 轰了足足五分钟 这才算是心满意足的收手 而此时 整个铁龙之内的地面 都已经是被轰的 千疮百孔了 就跟刚刚经历过一场流行语一样 那很是震撼 至于乔伊斯的那些团队成员 连尸体都找不到了 看台上 看着战场中的情景 坐的人看得瞠目结舌 刚才那轮狂轰乱炸 太壮观了 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到 红的力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 居然就是这么震撼 先是抢了一批飞船 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之后 用觉醒者的能力完美搭配 从这天空之中就开始 狂轰乱炸 打得对手 甚至连还手支力都没有 就在刚才这一轮攻击之后 红的力的团队击分 一路狂飙啊 天呐 红的力的团队击分 这已经突破200了 就刚才这一路冲击 直接冲到了前五 可怕 这实在太可怕了 他的团队实力远超 我得想想 而且这战术搭配 简直了 是啊 这红的力 将来肯定不是一般人 实在是太强大了 这是打算 以没有天选着的队伍 冲到前十的节奏吗 人们全部都在议论 毕竟 红的力之前给大家印象 就是嘻嘻哈哈 爱玩 爱闹的印象 谁能想到 他这一出手 居然会是如此的石破天惊 而就在人们惊叹过后 有人是叫道 快看 红的力那些飞船里头 有人下来了 哪呢 众人是纷纷的看去 很快 便看到一个高手的男子 从这飞船里头 直接跳了出来 几十米的高度 自然难不倒他 稳稳落地 这个人 之前没见过他出手啊 不知道实力怎么样 打着这心呢 再次提了下来 李维斯出手了 默默地走在 这有着干枯的血迹 不知道地方 还跟被陨石砸过一般 龟裂的地面上 李维斯是看着漫天的灰山 轻声说道 别躲了 我知道你还没死 是 我还没死 乔伊斯是缓缓地 从灰山中 走了出来 之前一直愤怒的毛子 终于是平衡下来 你自己一个人来 是想要跟我单挑是吗 没错 李维斯是点了点头 作为你们团队中 最后剩下的一个 零受到强者的尊敬 所以我来了 这一次 就是你我二人之间的决斗 不会有任何人来插手 最后的决斗 乔伊斯是看了看 天空中的飞船 笑着摇摇头 输了也是死 赢了也是死 何必呢 少主说了 李维斯是缓缓地说道 你要是输了 自然就是死了 不过如果你赢了 少主 不会再对你出手 少主的话 绝对不会不算数的 少主 你说的是红德利 你是他什么人 乔伊斯是有美 我吗 李维斯是笑了笑 他笑得非常开心 非常自豪 我是少主的三号狗腿 我叫李维斯 他说这块的事 没有任何的自卑 反而是无比的自豪 毕竟 能当上少主的狗腿子 可不说谁都有这个福气的 可是乔伊斯却不这么想了 瞬间狂怒 红德利这个混蛋 居然派一个狗腿子出来羞辱我 都有机会的 看我不弄死他 恐怕你是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李维斯是深深的吸力口气 来吧 好 我倒是要瞧瞧 红德利手接一个狗腿子 到底能有多强 如今团队已经不在了 只剩下他自己 光杆四令一个 这后面比赛基本上与他无缘 所以此时的他呢 眼中是有着无比的疯狂 被之前炸的 这无比残破的地面上 李维斯和乔伊斯二人 遥遥相对 砰 乔伊斯的右腿是猛的砸在地面上 在他的脚下 整个地面都扭曲起来 而他的整个身体 几乎是瞬间刷 到了李维斯的面前 带着恐怖扭曲力量的一圈 向着李维斯闪电一般的砸想 这个 正是乔伊斯能力觉醒之后 领悟出来的新技能 扭曲爆发 通过把身边的物体扭曲借力 大幅的提升自身的速度 而他的攻击呢 一旦击中 就可以把对手的整个身体 扭曲起来 之后的事 自然就是无比简单了 李维斯是冷横了一事 飘忽倒退 之后 一条右臂上面 这脊手 砰 猛的龙起 一拳向着乔伊斯砸了过去 目标正是乔伊斯的拳头 巨大的气暴闪出 俩儿全部都是星宇级的强者 虽然说被属性压缩力上压缩了属性 可是星宇级强者的正面硬拼 力量依然受比恐怖 扭曲力上VS 重压力上 砰砰 两道闷响声响起 这俩儿啪啪 同时后退 这一击对拼结束 乔伊斯是猛的双眼一鸣 心中暗惊 这个李维斯居然这么恐怖 我的扭曲立场打到他身上 居然无法对他产生效果 这红子里随便一个狗腿子 居然就有这样的实力吗 李维斯则是笑道 不错 不会是队长级的人物 实力嘛 确实是很强 这李维斯 这也是笑道 俩儿这一击对拼 很明显 李维斯显得更是游刃有余一点 好 那我到时候看看 你到底有多强 乔伊斯是猛的咬紧了牙关 他以身体为中心 周围 方圆百米之内的空气 居然都是扭曲起来 这啪啪啪啪 周围的一切建筑 全部都开始扭曲 粉碎 脚底下地面在挥裂 空气开始沉重起来 就这无边的扭曲立场 向着李维斯说 直压下去 让李维斯几乎是动弹不得 你确实是很强 可惜 在我这扭曲空间之内 你就算再强 也赢不了我 厚重的气流环绕在 乔伊斯的身体周围 李维斯是感觉到 这空气越发的厚重 扭曲拉扯 在这范围之内 他是明显感觉到 身体都变得沉重起来 再来 乔伊斯是叙事完毕 向着李维斯再次冲上 这次 他速度更快 攻击威力更大 冲上 挥拳 全拳砸向李维斯 快如闪电 沉重如山 每一拳还都带着扭曲的立场 任何一拳打实了 那都会叫李维斯的内脏 扭曲破裂 李维斯呢 也是丝毫不让 一拳一拳的 与这乔伊斯硬碰 边硬碰 李维斯边被乔伊斯 打得一点点的后退 之前还那么大言不惨 难道你就这点手段 这乔伊斯是 边攻击边打笑 红的立的狗腿子 也就这么点本事是吗 当然不是 李维斯一拳是把乔伊斯 给逼开 之后 却是一脸露出了笑容 不是什么人 都能当少主的狗腿子 李维斯这身体猛的是爽 爆发出了一道黑气 一股恐怖的气流 笼罩在他的身体周围 将那气流 甚至都将乔伊斯的扭曲力上 给逼退了 乔伊斯 你是第一个真正见识我 50%实力的对手 李维斯是咧嘴一笑 听了这个李维斯的话 乔伊斯的瞳孔是猛的一缩 这个李维斯刚才 说什么 他说我是第一个见识的 50%实力的人 50%那现在是多少 说起来 这场比赛我是很想参战的 不过没办法 李维斯是轻轻的脱掉了上衣 少主喜欢玩 我不想扫他的兴 难得今天少主想杀人 我自然是要好好的杀上一次 李维斯说话的时候 整个身体开始慢慢的变得健壮起来 此时这李维斯 浑身的皮肤啊 都是泛着淡淡的黑色 黑气 速杀 恐怖 强大 周围的空间都开始震荡 这笼罩在黑色气流中的李维斯 身体是越发的强壮 就宛如是从地狱中出来的魔神似的 这是我50%的实力 另外 我想我有必要告诉你是 我融合的魂石叫做压魂石 而我吧 也是军行者 那么 李维斯说着 抡起来这旋头 呼一旋的 凌空空处 中压 地面 山崩地裂一般的颤抖起来 本来这星界天才站在地面 都是经过特殊加固的 可是 在李维斯这一拳之下 脆弱的就仿佛纸片一般 重要 李维斯的绝招 之前他在能力觉醒之前 就无比的恐怖 很明显 这现在这威力 更是大了数倍啊 嗯 无数的碎石 周围的建筑 花草树木 全部是向着李维斯 方前十米的一个黑色的圆球 冲了过去 或者说 是被那黑色的圆球 给拉扯过去 好恐怖的吸引力啊 任何东西 全部都被拉扯 当然 也包括之前 还无比得意的 乔伊斯 啊 啊 这乔伊斯忍不住 打好我力士 拼了命的 与那巨大的撕扯之力 耍心坑衡 合适呢 他一个人 再讲 那也是一个人 一个人的力量 又怎么能够和这个 黑洞的拉扯力所抗衡 这任这 小伊斯再如何的努力 最终也是做无用功 刷一势 整个人都被吸进那黑洞里头 瞬间 碾压成粉碎 李维斯胜 不愧是星期天台战 虽然胜了 可是李维斯没太高兴 按探道 这个星期天台战的 参战成员 确实都很强 我使用上一般的实力 再加上觉醒的能力 才能击杀一个 普通队的队长 真是不知道 那些天选者 又会有怎样的实力 因为这一战 李维斯重新认识了 这天台战中的成员实力 击败了小伊斯 李维斯是低头看见 这手腕上的记录装置 上面显示的数字 已经变了 参战者 李维斯 当前积分 12 个人排名 196 所属团队 圣龙星界团队 团队积分 228 当前排名 5 不错的分数 李维斯是满意的 点了点头 这个乔伊斯 确实还是不错了 被杀扣一半 那么也就是说 他原本的分数是 24 已经很强了 嗯 正想到这 李维斯忽然是有所察觉 猛的看见了不远处 一栋居民楼的楼顶 在那呢 正站着一道人员 那是一个穿着 一身淡紫色盔甲的 披着一件 黑色披缝的青年 真是难得 居然还有这么强的 普通参赛成员 那青年是看着 下面李维斯 微笑道 你确实很不错 居然是让我有了 动手的欲望 不过 很可惜 现在 好像还不是动手的时候 可惜啊 能够在这么近的距离 观战 而不被自己发现 李维斯是沉生说的 你是天选者 天选者 星界天台战中一个 远远凌驾于 普通成员的团体 每一个天选者 都是拥有如比强弹的实力 没错 那青年是看了看 在天上的飞船 笑道 有趣的家伙 哦 对了 告诉你的主子 希望他可以进入第二阶段 我会在那等他 你想挑战少主 李维斯是猛的皱眉 这个天选者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 我想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你们的队伍应该会是前十 因为你们圣龙星界 可是有那位传说中近乎无敌一般的人呢 那个年轻人是笑道 你说的是古飞飞 李维斯是问道 没错 这丫头隐藏的很深 我也是通过好多渠道才知道 他真正的实力 而这一次的星界天才战 我真正的目标 只有两个 一个是游鸿鸣 另一个就是古飞飞 当然 对于异军突起的洪的力嘛 我也是很感兴趣的 好了 说了这么多 看样子洪的力也是忍不住了 年轻人是微笑着 接着说道 这星界天才战的第一阶段 也该收场了 他说着 说 整个人画微道流光 这瞬间的消失在 李维斯的视野之中 只留下了最后的一句话 哦 对了 我叫银霜 不要忘了 这外面看台上 众人是看着这个 下面的角色场 全部都是哑口无言 之前他们一直以为红的力 之所以说满世界乱跑 到处瞎玩 主要原因 是因为实力不行 所以说 才这么剑走偏锋的 叫人摸不清楚他的虚实 哎 这不敢轻易下手 现在他们是知道了 他们呢 想错了 完全想错了 而且错的很离谱 洪的力 这哪是实力不行 啊 这家伙 压根就是实力太强 懒得跟其他人斗 这个洪的力 这团队 这也太恐怖了吧 这么轻松 就灭了一个团队 可不是 看刚才那架势 洪的力 这团队里头 至少得有五名觉醒者 五名觉醒者 还至少是二届 或者接近二届的 他这队伍强 都过了份了啊 也难怪大家这么吃惊 觉醒者 毕竟不是路边大白赛 随便一拿出来都是 任何一个觉醒者 几乎都是本星界的 排在上号的强者 不能说是人尽皆知吧 但是 这个至少 一万名里头 有这么一个 尤其是像天台战这样 年龄段的 更是可以被 这个冠野 超级天台的美名 本来嘛 一个团队里头 能有三四个觉醒者 这就已经算是 很不错的团队了 谁能想到 洪的力 这个团队里头 目前光知道的 就五个 暗中没出手的 说不上还有几个呢 厉害啊 恐怖啊 众人全部都在惊叹 而且 看刚才下面这个啊 明显还没使出权力 结果一招就干掉了 那个团队的队长 喝喝喝 而且刚才的那招 你看看到没 居然是可以制造一个 小型的黑洞 太可怕了 这个红的力 不可小觑 被明显是微微的 眯起脸就 他身边怎么会有 这么多的天才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谁知道呢 朱运舟也是面色阴沉 将来等我赢了 红星宇那老家伙 这个红的力 必须第一时间除掉 他身边人成长太快了 嗯 没错 到时候第一个 就得把他给解决 我家世辉就是死在他手上 这个仇 我非报不可 班业明显是死死的盯着红的力 另一边 飞船之中 李维斯大哥 活动完了 舒服吧 唐木星是焦滴滴的 跟着李维斯打招呼 感觉怎么样 那个家伙很强吧 还可以 李维斯是点了点头 之后想了想 冲着红的力说道 少主 刚才战斗结束 我遇到了一个很诡异的家伙 他说他就隐说 应该是一名天选者 这一次来这的目的 只有两个 一个是游牧名 另外一个 就是谷飞飞小姐 天选者 红的力是摸了摸下吧 那不用管他 咱玩咱的 他爱找谁打架 找谁打架 跟咱有啥关系 行了行了 不说这个了 咱找地方下车 看看哪还有敌人 赶紧的 把人全部清剿完 收工闪人 是 说主 那我就先回去了 李维斯说着 便退了出去 一个天选者目标 却是谷飞飞和游牧名 李维斯离开之后 红的力感觉 这事吧 还是有点不通寻常 要知道 游牧名是因为看到谷飞飞 闯过灯神路 对他造成了很强烈的刺激 可是这个银霜呢 又是怎么知道的 按说当时看到谷飞飞 灯神路的 应该就是游牧名一个 那么这个银霜 又是怎么知道 谷飞飞很强的 他不可能一过来 就直奔谷飞飞吧 肯定是因为什么 其他原因 才知道这事 那还能有什么 其他事啊 莫非是因为 谷飞飞之前说过的 天选者的印记 这个银霜的天选者印记 莫非是有探测的效果 不过这也不太可能啊 探测效果虽然是不错 不过对于战斗来说 并不是如何强大 天选者因为后面 有修了场 所以正常来说 天选者印记 应该都是战斗功能类 探测 这明显是不算在内 想什么呢 大力 唐木先生看着洪大力 若有所思的样子 小声问道 在想那个叫什么 银霜的家伙吗 啊 这也叫给我的感觉 挺不简单的 哎 你想没想过 之前的战斗案里说 应该是没人能预料到 所以现在 仿制感不可能 毕竟咱们那天上 有人过来 就很容易就能看到 可是这个银霜 却忽然出现在 李维斯附近不远 他是怎么来的 第二点 这星界天才战是团体战 可是这个银霜 却是自己一个人出现 他是出现在咱们的 团队的火力范围之内 他凭什么就可以认定 一定能全身而退呢 是啊 唐沐欣是点了点头 他又察觉出来了 这个银霜不同寻常 再加上 你之前说的 他的目标 是直指游牧民和古飞飞 这个人确实有问题啊 嗯 既然发现问题了 那么接下来自然就是 要解决问题 众人是边去找动物 接受消息 红的力士边想 关于这个银霜的问题 社主 不要想太多了 理念为是在旁安慰的 反正咱们现在 也没拿到过什么名字 他有什么阴谋诡计 都跟咱们没有关系 不用太过担心的 你看看 念为姐说的有道理啊 咱们又没打算拿名字 现在想的只是 赶紧结束这第一阶段的 星际天台战而已 还是念为姐 最好 红的力士哈哈一笑凑过去 啪嗒亲了一口 说道 嗯 行 那咱们还是按照原定计划来吧 先把其他团队 扫的干净 再说 站上另一边 这个红的力士团队 还真挺有意思哈 银霜是一个人 坐在一家餐馆之中 轻轻的端起 这饮料来 喝了一口 难难说道 居然是有这么多的觉醒者 这可真的是超出我的预料 再加上那个古飞飞 他们这个团队 至少也应该能排进前五 至于具体多少 就得看他们怎么做了 哼哼 这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呢 银霜在这自顾自的想着 接下来的事 而他周围 却是躺了一地的尸体 看这数量 怕这怎么着不得有三四十人呢 而且这些人的穿着打扮 明显跟他不是一个星级的人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三四十人 全部都是他一人杀的 好吧 这比赛再继续下去 也确实没什么意思了 不如出去走一走 银霜是笑了笑之后 站起身脸 看一看地面上 这尸体眼 就这么轻轻松松的 走了出去 洪德利等人离开之后 这足足几十名的 各打团队的赤猴 全部是出现在了李维斯 和乔伊斯俩人 决阵的战场附近 毕竟 俩儿这一战 轰鸣声极大 整个城市几乎都能听到 是以那些赤猴等待千米之外 一个个儿 根本就是不敢靠近 等战斗结束了 全部都开始 跟自己团队联系 老大 洪德利他们出手了 超级恐怖 根据目测 至少他的团队里 有五名决行者 而且看这实力等级 起码二接 或者接近二接 老大 这小型洪德利 他这团队非常厉害 虽然是没有天选者 可是看实力 并不别 有天选者带队队伍 差 非常强 洪德利等人走了之后 这足足几十名的赤猴 他就开始汇报了 老大 洪德利他们出手了 超级恐怖 根据目测 至少他的团队里 有五名决行者 老大 小心啊 他这团队非常厉害 虽然说没有天选者 可是看实力 并不比有天选者带队的队伍差呀 强 通讯器那边的首领 陈生问道 洪德利他们的损失情况如何 一个人没死 完胜 我知道了 这首领 关掉通讯器 之后这果断回头 跟这个团伙成员吩咐 大家记住了 轻易不要跟圣荣团队影拼 他们的团队实力非常强大 队长 到底是有多强啊 有您带队也不行啊 不行 队长身为天选者 可是依然不敢小觑洪德利的威力 他们能一人不死的 就全灭一个团队 这样的实力 就算是我们也不能办到 所以 洪德利的圣龙团队很强 就这一战 洪德利带领的圣龙星界团队 名气立即暴战 而洪德利要么不出手 一出手 必然是雷霆万军 根本就停不下来 跟吃了血脉似的 杀戮 不停的杀戮 只要是被他发现的团队 一律全灭 而他的战术呢 也是非常简单 乘坐飞船 高空 向下轰击 你就看过当年抗日战争 抗美援朝那个战争纪录片的 对战争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 空军面对地面部队 这优势到底是有多么的巨大 而很明显 洪德利现在干的就是这事 从洪德利开始杀人 到当天晚上九点钟 这洪德利团队 灭杀当前排名第十一的九系星界团队 九系星界团队团灭 天选者麦卡龙战死 洪德利团队未损一人 这灭杀排名第八名的布雷星界团队 布雷星界团队团灭 天选者阿卡斯战死 圣龙星界团队未损一人 而这个时候 洪德利带领的圣龙星界团队 排名第一名 整个星界天才战里头 所有的人全部都惊呆了 这怎么玩 他们是想过洪德利的团队很强 毕竟之前各种消息都表明了 这个洪德利不简单 可是谁也没能想到 他们这团队居然是恐怖到了这样的程度 天选者带队的团队 在他队伍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就那些号称天才的人们 在洪德利面前脆弱的 就跟尼尼尼一样 如今的圣龙团队 已经是开始拥有惊人的威慑力 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 洪大利的团队 在整个星界天才战中 拥有前三的实力 另两名 这次人就是游牧名率领的阿郎团队 以及银双率领的穆达星界团队 就这看台上 圣龙星界这边人 哇 欢呼啊 在庆祝洪德利带给大家的胜利 毕竟能够以没有天选者的队伍 却能成为星界天才战排名第一 这样的实力 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没有任何人敢嘲笑 洪德利是因为驾驶飞船 才走到这程度的 因为这团队战 本身就讲究战略战术 绝对不是说无脑死拼就可以 那是啥 好样的 洪星宇是开心的直拍大腿 本来以他的年纪 成福 就算是一个行星毁灭 他都未必有什么精神波动 可是 如今看着洪德利 能做到这么好 还属比激动 咱家这小乖乖 中气 没白疼的 可不是吗 花雨灵也是看的 没花眼笑的 等回去了 必须好好有赏 能够做到这样足够了 至少咱拿过第一名 后面净存名次 掉下来一点 也无作为 这本身啊 已经是够叫咱们亲戚的了 洪星宇和花雨灵 已经是打定主意 给洪德利 好好地赏一下 而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战场之中 穿着一身黑衣的空 正站在一个 普通住宅小区的空地之中 就在他的面前 则是站着一名 穿着白衣的英俊男子 银霜 你是叫空吧 银霜只看着空 面带着微笑 双手空着 没拿武器 隔着在空的眼里的 就算他没拿武器 他的强大 也依然是毋庸置疑 银霜 空的双眼是猛的一尘 银霜 真一届参加 星界天台战的天选者中 排名前三的强者 这个银霜呢 长得很英俊 而且自视极高 说只有真正实力强的天才 才会信他 一般的普通人 他连出手的欲望都没有 当然 倒在他手中的天才 在这战场上 已经不知道是有多少了 至少有一件事 可以从侧面反映出 银霜的个人实力 个人积分 1653 星界天台战 个人排名第一名 而排的这个第二名的游牧名 积分呢 只有他的一半 是我 银霜是笑着看着空 希望你可以拿出你的全部实力来 我出手就是权力 从来不会轻视任何的对手 好 空是微微的眯洗了双眼 身体 瞬间转后为一片黑气 向着银霜直接补上 不错呀 银霜是点了点头 只好伸心而耍 瞬间是消失在空的眼中 随后 抬起右掌 啪 一掌 猛的拍向了空的身体 这空是瞬间只感觉 自己的虚无之体 明显出了问题了 动弹都首先动弹不得 而在他的眼中呢 只剩下了银霜那一掌 那一掌 带着开天辟地的气势 向他砸来轰 一声闷响 空的整个身体 都被银霜这掌轰飞了 重重砸醒了一栋居民楼 伴随着一阵沉闷的轰鸣声响起 那栋居民楼都是被彻底的砸倒 一敌碎尸 空 战败 死亡 还是有点弱呀 银霜是无奈地摇摇头 笑了笑 之后呢 抬头看向远方天空中 红的里的飞船船队 嘴角是勾了勾 难难说道 真是很期待 与古飞飞对决那一刻 只可惜 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 有点无聊啊 另一边 这少吃着巨舰的游牧民 走在城市的街道上 星界天台战 自从红的里开始参与杀人日来 这战场上可谓是硝烟弥漫 每一个团队都开始火拼 毕竟能活到最后剩下的十个团队 那就是参与决战的十个团队 其他团队可都是按照积分来排名的 如果博战红的里没找到自己之前 多弄到积分的话 那到最后 肯定是会被远远的甩下 就毫不夸张的说啊 红的里用他的战绩 给了在场所有的参赛者 一种无比巨大的压力 没人能够知道 这红的里什么时候会来 也没人能够知道 自己在这战场里头 还能活多久 所以说每一个团队 都开始疯狂的找人决战 游牧名所在的阿郎团队 自然也不例外 只不过他这团队啊 队员们已经开始去围剿一个 普通的团队 他呢 则作为队伍的灵魂 前往寻找周围 有没有暗中潜伏的敌人 尤其是天选者 忽然之间这几分增长就变快了吗 游牧名是低头看着自己手腕上的 记录装置 参战团队阿郎兴杰团队 当前团队积分1784名 排名第二名 参赛者游牧名 当前个人积分968 排名第二名 当前团队总排名第一名 穆达兴杰团队 积分3254 第二名阿郎兴杰团队 积分1784 第三名 圣龙兴杰团队 积分1532 第四名 当前个人总排名第一名 穆达兴杰团队队长银双 积分1853 当前状态存活 第二名 阿郎兴杰团队队长游牧名 积分968 当前状态存活 第三名 圣龙兴杰团队队员李维斯 积分638 当前状态存活 看到这儿 游牧名是皱了皱眉头 这疑惑的说道 奇怪啊 之前还一直没有注意 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圣龙兴杰团队 已经是调到第三名也就算了 可这个人积分排的第三名 居然不是红的力 而是他团队里的一个成员 李维斯 什么来道 那这个红的力 又是有多少积分 之前一直没看 现在 倒是该好好找一找 游牧名想到这儿 这就开始 找红的力的积分排名 结果 这么一找发现 不对劲了 就这前一百名里头 没有 前一千名里头 还是没有 不光是红的力没有 就连古飞飞也是没有 继续找 前五千名里头 依然没有 等再往下看 游牧名终于是找到了 红的力的排名 这一看之下 差点没把记录器给捏碎了 只见记录器上赫然显示着 红的力 和古飞飞的积分排名 第1061名 圣龙兴界团队队长 红的力 积分0 当前状态存活 第1062名 圣龙兴界团队队员 古飞飞 积分0 当前状态存活 不是吧 这什么鬼 他们俩居然到现在 一个人都还没杀 游牧名这一次是真摸不准 这怎么回事啊 按说啊 圣龙兴界能冲到第一 如今排名第三 也算是实力相当强大的队伍 身为队长的红的力 居然一个人都没杀 全靠队伍里面成员 就达到这样的地步 不这是 什么鬼 怎么总感觉这里面 透露着一股 不同寻常的气息啊 算了 不想了 游牧名是狠狠摇摇头 天台战进行到现在 每个人都会狠拼 努力活下去 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性 可是 算了 不要想这么多了 不能放松 不能被别人抄了去 游牧名是边走边想 越是到了最后关头 站到就越是紧张 所以说不能有半点放松 有人 游牧名是忽然一想呼一声 整个人都消失在了小区的道路上 一名天选者 是缓缓走到游牧名 之前站着的地方 左右看了看 忽然说道 出来吧 都这个时候了 再藏就没什么必要了吧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费迪星级的天选者 康奈尔啊 游牧名是从一个黑暗的转角处 走了出来 笑道 来的正好 我正愁积分不够呢 游牧名 康奈尔是一见着游牧名 顿时面色一变 狂暴的气浪澎湃而出 向着游牧名的方向 狂卷而去 同时他的手中变戏法一般的 出现了一柄长枪 整个人直接是冲向了游牧名 游牧名的名声 早就已经是传在外头 康奈尔 不敢是有半点大意 先下手为强 第一时间强占先机 几十米的距离 一顺而止 就在这康奈尔冲到游牧名 面前的时候 一声长剑滑破 空气的声音响起 随后 游牧名整个人 居然就那么诡异的 忽然出现在康奈尔的身后 我 这康奈尔是满眼的不敢置信的 他本来对自己的实力 还是很自信的 相信 就算是打不过游牧名 至少也会对他造成一定的伤害 可是无论如何 他也无法理解 这为什么游牧名 居然会强到这样 一招就秒杀了自己 还是太弱了 游牧名是看了眼康奈尔的尸体 摇摇头 你这样的实力 在修罗战场上 最多也就是炮灰的角色 说着 身体耍 一阵模糊 再度消失不见 外面看台上 比赛进展到了这样的地步 所有的人都在紧张的看着 各大团队的排名情况 事实上 自从洪特利的团队开始动手 参加星界天台战的团队 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迅速的消失 而积分呢 也是无比快速的猛烈增长 原本第一名的圣龙星界团队 在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里 被顶下了第一的宝座 成为第二 又过了两个小时 成为第三 这各大星界导师都在惊呼啊 为自己团队担心呢 这什么情况 我们莱雅星界的团队 怎么这么快就团灭了 我们也是 这一届的星界天台战 明显实力 比以往强太多了呀 我们队伍还存活着 还好还好 又前进一名 恭喜啊 恭喜我 这下面打得翻了天了 上面这些导师们 一个个都紧张起来 团灭的挨声叹气 胜利的 没废所 毕竟 这星界天台战 可这代表了一个 星界的年轻一代的最强战力 胜的 自然是可以叫人高看一眼 年轻人代表未来 所以实力越强 其他的的星界 也就越是对这个星界 表示尊重 等这星界天台战结束 其他星界 甚至会亲自派重量级的人物 前来道贺 送来贺礼 不然为什么 这星界天台战 这么让人重视 就是因为这一点 虽然如今 洪德利带领的 圣龙星界团队 已经是调到了第三名 不过这本身呢 已经是远远超出了 洪星宇和花儿荣的意料 在他的印象中 就算是古飞飞亲自出手 那能进入前十就不错了 可如今看来 洪德利和古飞飞 还没动手呢 就成为前三 这一点说明了 洪德利的团队 潜力无穷啊 大利这孩子 好样的 洪星宇是没话言笑的 我估摸着 他要是稍微认真一点 拿个第一 也不是不可能啊 四老头子 花儿与灵士笑骂道 第三你还不知足啊 要我说呀 大利能主动拿出个第三 这就已经是相当给咱们面子了 就不然以他那性子 玩到比赛结束 都不是不可能 是是是 哎呀 我有点贪心了 洪星宇是兴奋的支箭头 哎 那老太太 你说 等比赛结束了 咱到时候怎么奖励他呀 装备 宝石还是 钱什么的 我估摸着 装备和宝石 咱家大利啊 嗯 都不在乎 花儿与灵士摇摇头 笑道 你看他像是缺装备的人嘛 到时给他钱 继续叫他败家还不错 他对这个感兴趣 咱们洪界资产也算不少 不行 随便给他个千八百亿的 叫他拿着去画 玩去呗 嗯 这个可以 洪星宇是摸了摸下吧 点头说道 咱家大利这一次 只要是能稳住前三 到时候 来我们星界拜访 谈生意结交的 各大星界皇族 肯定是不少 奖励他点钱是应该的 那就这样吧 回头先给他划过去两千亿 他想怎么划 就怎么划 不够再给 行行行不算 就这么办 花儿与灵士大笑 对老头的决定 表示非常满意 一旁的花向雨听着 我直咧嘴 这大利哥果然威武哈 这么两天的功夫 起码两千亿上龙必到手 这要是拿出去买东西 得买多少好东西啊 星系 也可以买好几个了 后面这比赛 果然是没有出乎 众人的意料 红特利虽然说是降到了第三 可以基本上是稳住了 第一名和第二名 正是银双带领的穆达星界 和游牧明带领的阿郎星界 至于说这个空带领的赛龙星界 因为被这银双团灭 最后屈居地十三 比较可惜 其实啊 红特利这个圣龙星界团队 之所以掉到第三名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他比较懒 他后面懒得杀了 晚上九点多钟 回去睡觉去了 结果这一觉醒来 从第一变成第三 这一觉睡得好爽啊 在这虚拟世界睡觉 很过瘾啊 相当于是双重睡眠 不错 不错 对了 好了咱们说到这块啊 这集最后的结尾 我说一下 今天是星期五 然后呢 星期六 明天是平安夜那天照常更新 是因为是礼拜六嘛 更新三集 然后礼拜日这一天 我就不更新了 因为是圣诞节 我带我闺女出去玩一天 就给自己放一天假 所以说各位也都能理解了了 好了 我就是这个 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这么多